你有曾經為了 太愛女兒 然後跟人家 你可能就先裝舒服啦 然後目的是為了什麼 目的是為了 因為歹徒以為他得逞了嘛 他好舒服喔 你贊成這樣嗎 對 好不好 下一屆總統是誰 這個問題大了 問題大了 我跟你講你是開金口 你一講就會中 趙少康全新企劃 誰來beat少康 Ready GO PK經濟 政治 話題 全新獨家節目 TVBS56 YouTube 1月16日起晚間11點 等你一起來fit 看誰會贏 熱情掌聲歡迎趙大哥 大家好 我新跟老吳強 非常謝謝趙大哥 之前我們新節目開播的時候 由你的家子收視一飛衝天 現在已經是我們T台的招牌節目了 是 僅次於少康戰情室 哪一哪一 非常感謝 那我們趙大哥自己也有新節目要開播了 哇這個壓力很大 因為全台灣也沒幾個人敢fit 大家都可以來fit 沒問題啊 對各行各業 各行各業網友什麼都可以 但限定要大咖就對了 小咖也可以 不限大小咖 應該不行啦 網路上無所謂大小咖 我們來教一些關於時事的問題 是請說 因為萊豬好像有點敏感 就是我們也不適合談 那講鴨肉飯好了 好不好 鴨肉飯好像也怪 我們談外送員的辛苦 瓜哥平常會叫外送嗎 偶爾會外送 偶爾會叫 OK 那外送員是這樣 外送員非常的辛苦 那最近關於外送員的議題非常多 我先講一個給你 好你先講一個 我女兒的同事 同學 在某家航空公司當副駕駛 飛機副駕駛 那怎麼辦 他夠毀 平常可以賺一二十萬啦 就去做外送 所以外送員現在各種各樣都有 沒錯 所以外送員我們要多一分體諒 前幾天因為台北就下雨 然後外送員送這個雞湯到我家來 我看他穿得好單薄喔 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沒有 我是連忙到衣服 你們拿一件大衣給他穿 哇這麼有心 真的真的 這麻煩很棒 我老婆還熬煮了一碗姜湯給他喝 你沒有說雞湯你喝吧這樣 我真想叫他把雞湯拿回去自己喝 對啊 那因為我自己肚子餓了啦 另外一個比較犀利的問題啦 就是大家知道趙大哥也是愛女心切 你有曾經為了他愛女兒 然後跟人家比中指這樣嗎 我女兒齁在我們這樣心逃之下 他可以保護他自己 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他有一次在芝加哥 一個米其林三星的餐廳 他去吃飯 很高漲跟同學 他最怕什麼你知道 怕蟑螂 就要看了一個蟑螂 米其林三星 對 他就很客氣的 怎麼可以出現蟑螂這種東西 他就很客氣的把經理找來說 你們有蟑螂 因為我個子不大 他又是 就是外國人 所以那種白人高級餐廳 我女兒怎麼做你知道嗎 怎麼做 跳到桌子上 那是最高級的餐廳喔 卡克肉去 卡克肉去 就是 我以為是蚊子 卡克肉去 卡克肉去 真的 整個餐廳都弄瘋了 總經理 趕快跑來 我們到小房間去 你要吃什麼 我招待你 吃什麼 這一餐 你招待我個點心人給擺平嗎 嗯 經理 這一餐免費 還送水果 還送這個店 這完全是美式作風 哇 你可惡嘛 所以我很客氣 你本來就不應該有蟑螂 米其林三星分應該有蟑螂嗎 對啊 那有蟑螂我已經跟你講的很客氣 你還不理我 我跳到桌上 他個子比較小 那我的話他就跳不上桌了 啪跳到桌上 大叫蟑螂 就這樣還需要我幫他出頭嗎 所以女兒會處於保護自己的啦 應該會 他現在在練泰拳 不過我剛講的 有些人跟我講說 攻擊 力量最大 下去 拔著 膝蓋就頂上去 我說哇 練泰拳 我覺得女生 那他可能應該是這個體格還蠻健壯的啦 一般我常常跟女性友人 成年的女性友人說 有時候遇到歹徒的時候 你不要逞牆 因為專家都這樣教我們嘛 你有時候一逞牆 受傷了自己 有時候你被歹徒侵犯的時候 你可能就先裝舒服 然後目的是為什麼 目的是為了鬆懈 鬆懈他的注意力 然後其他 因為歹徒以為他得逞了嘛 他說好舒服喔 啊歹徒就 這也是一招 最好 你贊成這樣嘛 最好不要遇到這種事情 最後 不得了啦 對啊 我們知道這個保加利亞 有一個盲眼的這個預言家龍婆 然後這個印度呢 有一個這個少年預言家阿南德 我們台灣最偉大的預言家 就是我們趙薩康趙大哥 真的要預言一下 預言什麼 我問比較簡單的啦 新冠肺炎什麼時候走 沒有 下一屆總統是誰 哇這問題大了 問題大了 欸我跟你講你是開金口 你一講就會中 不那就不敢講 哈哈哈哈哈哈 你現在藍軍就是什麼朱立倫阿 侯友宜阿 這幾個人嘛 韓國瑜也可能再出來阿 綠軍就是賴清德阿 什麼鄭文燦阿 反正就幾個嘛 可是說實話 說實話 我真的反對總統制 我認為還是應該內閣制 在野黨沒有當總統都說要內閣制 等到當了總統都要總統制 換了位置就不換了 你看本來全世界認為總統最成功 就是美國川普 阿川普搞成什麼樣 對對對 全數都不肯下台 還要去鼓動人 要到國會還死了好幾個人 所以真的喔 我真的希望朝野齁 大家靜下線來 改成內閣制 因為台灣的總統制更畸形啦 就變成有權無責啦 真的是 所以呢這個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是是是 那趙大哥不願意預言啦 不過你猜可能會是誰 玉琳哥 哈哈哈哈 社會有這麼亂嗎 哈哈哈哈 如果當總統的話 那台灣大概也沒救了 就好了 OKOK 好幾個國家都有這種 有有有 這個這個 諧星 諧星出頭天 對對對 所以大家覺得說 乾脆乾脆一笑解 解恩仇 各種恩仇 沒錯沒錯 一笑就解決了 乾脆選一個 這個會讓大家笑的 是是是是 主持人 就是你啦 OKOK 我希望我先從可以上我們 趙大哥的新節目開始 歡迎 一步一步步入這個政壇的核心 這樣子 我們新節目呢 叫做誰來fit 趙趙康 56台 我們趙康戰情室呢 跟那個YT呢 會同步的這個直播 所以我想除了很多大咖 來fit 我也要 網友也歡迎 OKOK 1月16號 每週六晚間11點 11點到12點 我們即將轟動播出 所以大家要特別關注我們這個新節目呢 這個應該是2021年 我認為在我們這個台灣演藝圈 然後我們媒體呢 我認為是 謝謝 再次恭喜趙大哥 謝謝 鎖定收看 誰來fit趙少康 Good job together forever 趙少康全新企劃 誰來fit少康 Ready Go PK經濟 政治 話題 全新獨家節目 TVBS56 YouTube 1月16日起 晚間11點 等你一起來fit 看誰會贏 看誰會贏